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Noyantv,点击订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 巴黎风起云秀,王一博点燃香奈儿。 近期,巴黎时装周上的香奈儿大秀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特别是中国顶级艺人王一博作为品牌形象大使登场,真的超级引人注目。 王一博作为香奈儿的新任品牌形象大使,那可真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啊。 首先,他有着庞大的粉丝基础,尤其是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影响力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这无疑给这个品牌带来了更多的曝光率和关注度,真是让人佩服啊。 而且呀,王一博的时尚品味和穿搭风格独特又有个性,给这个品牌注入了新鲜感和创意。 阳光形象,积极态度和香奈儿的自信,优雅,独立精神完全契合,真是太厉害了。 那个新形象和新造型一出来,整个时尚圈都炸开锅了。 粉丝们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给王一博点赞好评,评论区也是热热闹闹的。 网友们说王一博出手无人能敌,是巴黎时装周最帅的男人,甚至有人喊话说快来个人上呼吸机哈哈。 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代表性人物,王一博以独特的时尚风格和海外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魅力。 那一头金色的头发和个性造型,真的与众不同,风格太赞了。 在这次巴黎时装周上,王一博展示了他的独特时尚风格和个人魅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艺人的实力和影响力。 他的成功无疑也彰显了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发展潜力,真是太棒了。 总的来说,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上的精彩亮相不仅仅是一场时尚秀,更是中国娱乐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明星们正逐渐走出国门,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为世界呈现多元且独特的中国文化。 而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成功经历,无疑鼓励着更多年轻人追求梦想。 他用自己的例子向我们传递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信息, 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有激情和努力,在任何领域都能获得成功。 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香奈儿好宠王一博呀,上身超级未公布成衣,洛阳白牡丹在巴黎绽放。 王一博参加巴黎时装周的装造已经正式出炉了。 香奈儿2024年春夏预告系列米白色针织外套搭配阔腿牛仔裤项链及运动鞋, 出席了这场春夏高级成衣系列发布会, 同时也带来了这个系列的首秀, 在华丽的巴洛克风格下的质感演绎朦胧光, 影间一片柔和。 很显然,王一博将这场还未正式发布的2024春夏预告系列提前演绎, 一般来说,春夏预告系列得到次年1月份才发布, 这才10月份,王一博就已经穿上身了, 属于超超级,这才是品牌形象大使的出众待遇, 王一博是香奈儿家的新肩宠,果然名不虚传。 娱乐圈从知道王一博为了这场时装周染发开始, 所有人的目光都移向了这场秀, 想要看看王一博如何表现。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王一博自身的表现, 还是品牌方给到王一博的待遇, 都是绝无仅有的, 王一博没有让大家失望。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刻艳巴黎洛阳白牡丹染着一头银发, 出现在了巴黎时装周上, 不仅惊艳了整个内鱼, 也轰动了整个巴黎时装周。 Get Images 为这个白金发色的少年, 拍下抢眼的照片, 生图绝佳, L'Officio Thailand 为王一博记录下与老朋友Caroline de May Gray 长达一分多钟的交流, 无论是在什么背景下, 都会有来自媒体与粉丝两个不同视角的记录, 而这些媒体包括新加坡, 泰国在内的L, Bazaar, Grazia等多个媒体, 王一博出现时呼声相当热烈, 大家都非常宠爱他。 而王一博以及王一博的宣发博传回给内鱼的营业照也是相当给力, 坐落在巴黎铁塔之下, 夜游色纳河畔, 感受地下通道的午夜寂静, 一览巴洛克风格的流光溢彩, 王一博给粉丝们发送来了一张张来自巴黎日雨夜的明信片, 法兰西式的浪漫优雅精准演绎香奈儿, 王一博是真的好绝。 作为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王一博这次与香奈儿的相遇可谓是绝佳, 优雅随性与潮流时尚经典碰撞, 白金的发色与黑色冲撞世界格外强烈, 但态度极为松弛, 这独一份的时尚感, 王一博真的是演绎的恰到好处。 王一博注定会靠香奈儿这套造型在时尚圈杀疯, 所有人都知道, 香奈儿对王一博有着独家宠爱, 即便是在疫情时期, 王一博想要佩戴凶真参加一个红毯, 香奈儿都能派人用专机将真品珠宝空运到王一博的手上, 更不用说另外超越其他品牌大使的待遇了。 而王一博也没有让品牌方失望, 他对时尚的理解与把握, 真的是让香奈儿在巴黎时装周的诸多品牌中大放异彩。 还是要感慨一句, 王一博上身的这件衣服是2024年春夏预告系列全球手曝光, 也是直接跨过早春度假系列的超超级全球手穿, 香奈儿官方及全球媒体甚至还没有发布该系列的行录图, 光看到这些文字, 大家就知道王一博有多的香奈儿宠爱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